欢迎收看小高全红蝉 今天的造型登上热搜了 烫了头发化了妆 这是要走时尚路线啊 看着小蝉参加李宁的商业活动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14岁小姑娘该有的样子 之前那个在水花消失的瞬间 让全世界惊艳的小姑娘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成熟了 浓眉大眼配上烈焰红唇 妆容重到让人一时间都认不出来 这样的变化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呢 作为一个体育人 我不得不说点实在话 全红蝉确实胖了 这是明显能看出来的变化 要知道跳水这项运动 对体重的要求特别严格 每一分多余的重量 都可能影响水花的控制 现在的全红蝉 体态上的变化 会不会影响 她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发挥 这是很多专业人士都在担心的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 她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 体型发生变化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问题是 现在的她 似乎被商业活动占据了太多时间 从参加各种代言到走秀拍照 亡得不亦乐乎 这样人不禁要问 训练时间够吗 看看体育圈那些年少成名 又迅速陨落的例子 刘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当年她也是被商业活动包围 结果错过了最佳训练期 最终与奥运金牌擦肩而过 我们都不希望全红蝉重蹈覆辙 毕竟她还这么年轻 未来可期啊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的体育明星 确实需要平衡好商业价值和运动生涯 像全红蝉这样的天才选手 带来的不仅是体育成绩 更是巨大的商业价值 李宁这样的品牌 选择她做代言人 说白了就是看中了她的影响力 可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 专注于跳水事业的全红蝉 而不是一个被商业化包装的 面目全非的网红 那个在跳水台上追逐梦想的小姑娘 才是最打动人心的 说实话 看到网友们的担忧 我也挺着急的 全红蝉现在的状态 确实让人有点担心 她的未来发展 要知道在体育界 只有持续的努力和严格的训练 才能保持在顶峰的位置 现在她的形象越来越偏离运动员的本色 这真的好吗 作为国家队的一员 她确实有义务参加一些商业活动 但是频率得把握好啊 现在的她就像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每一个举动都会引发热议 我觉得国家队在安排她的商业活动时 也该为她的未来多考虑考虑 说到底 全红蝉还是个孩子啊 她需要的是在跳水台上挥洒汗水 而不是在镜头前涂脂抹粉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合理安排她的时间 让她既能创造商业价值 又不耽误正常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的声握